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他这个知识是透过他又默想又考察 并且又承说许多的真言 承说就是列出许多宝贵的言语 所罗门王他拥有当事之人 最好的条件资源机会跟人生的阅历 并且还有上帝所赐给他的智慧 所以他请大家就是珍惜神透过他 要给大家的传道者的教导 因为他是如此的用心 那他又从日光至上的上帝领受了启示 所以他的教导是可靠的 所以请大家留意来听 那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着正直写的诚实话 不是为了要讨好你们 我们曾经也读过传道书们的段落 这个民意如流水 贫穷的智慧少年人 即便他后来代替了愚昧又不纳 这个贱言的老王做国王之后 他也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民众 所以很快人民又厌弃他了 又立了一个人做新的王 所以呢传道者就是说 我是凭正直写出这个诚实的话 那这个言语应该要成为你们可喜悦的言语 即便他有时候会戳出打众 你愚昧的部分 那也要把它当作苦口良药 当作可喜悦的言语 把它吃下去 好我们继续来读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会中之识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解 读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刺棍是一种赶牛棍 他就是头尖尖的 然后来刺那个牛 来指导牛该走的正确方向 那传道人的言语很像刺棍 我们很像牛啊 牛被刺棍打到 戳到一定不舒服 但其实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会中之诗 就是大会里面的教导的老师 他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一样 这个定稳的钉子只是说 我们在这个大帐篷 以前他们都是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大帐篷的时候一定旁边的这些绳子要拉紧 然后呢 要用钉子牢牢的把它钉在地上 帐篷才不会倒塌 所以呢代表说 这个传道者他的这个言语呢 要帮助我们固定人生的帐篷 因为人生充满了各种的变化 有时候是风啊 有时候是雨啊 你没有用这个好的钉子 牢牢的钉紧帐篷的这个绳索 你的帐篷一定会倒塌 所以呢 就是说 要领受这样智慧的言语 免得你人生经不起风暴的考验 那智慧人这样的言语呢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不是这个传道者自己想出来的 是有一个牧者 告诉他 我们接下来就会知道这位牧者是谁 就是日光至上的上帝 把上帝他的智慧跟启示 告诉日光之下的传道者 然后鼓励这些听见传道者言语的年轻人们 或是还活着的人 透过传道者言语的提醒 去敬畏上帝 去思想今生 该怎么样来有意义的过这一生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死后要面对的上帝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 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层次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是你一定要受我的劝戒 这个特别提醒 为什么 因为很容易犯下面这个错误 住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哇很多学生听到这句话会很开心 但绝对不是你想那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只是透过日光之下 靠你自己对生命的摸索跟观察 却毫不理会那位日光之上 超越万物的生命主宰的上帝 他所启示给日光之下的人 提醒 救赎 智慧 教导跟光照的话 你只想靠你自己 你写再多的书 也没有穷尽 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情 你曾经 你认为你想 你找到答案 古代的人都找过 后来证明 那个不是答案 那个是虚空而已 所以你如果只是想靠自己 在日光之下找到答案 拼命的写书 发表你的高论 你的结论 这是没有穷尽的 因为没有答案 这个读书多呢 身体疲乏 为什么 你不想去读圣经 你不想去了解上帝告诉你的 救恩跟真理 很智慧 你只想靠自己 读尽所有的书 你最后你会弄得很累 和很失望 因为呢 这个 这个根本 在日光之下 你看到的就是 变化无常 会让你灰心失望的 身心疲惫的 这就是我以前 这个年轻时候的 生命的写照 我拼命在读这些哲学的东西 可是呢 我找不到答案 弄到最后 才会去跳楼自杀 感谢神啊 神把我救回来 让我没有死 让我还有机会 能够遇到日光之上的上帝 他在我生命中 借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十字架的救恩的大能 把我挽回 并且让我真正认识 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以及死后 要面对的又是死灵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最后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意就是 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意就是敬畏神 这就是传道书的结论 就是听了这么多 劝劝你这么多 日光之下的人 不要只想在日光之下 找到答案 要敬畏上帝 要思念 造你的主 要思念 审判人的主 要思念 给你资源机会 聪明智慧 和喜乐人生的那位主 所以呢 总意 就是要敬畏神 这就是传道书 他的一个 写作的一个目标 所以呢 你要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免得你去行恶 记得吗 传道者说 你要终身喜乐 行善 然后呢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为什么谨守这个上帝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呢 原文是因为这是人的全部 哇 这句话很特别 谨守上帝的诫命 这就是人的全部 这个就是答案 这个也是内容 这个更是内涵 这更是上帝 在今生要充满你的 就是上帝的诫命 上帝的圣言 上帝的言语 上帝的恩典 这就是人的全部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以为 传道书都在讲虚空啊 那最后都是虚空 什么都得不到 没有 他告诉你 如果你能够听懂这一切 听进去这一切 你就明白 原来人的全部 就是 谦卑的领受 上帝的 启示 救恩跟真理 和诫命 然后 专心 忠心 耐心 爱心 信心的去 把它遵行出来 即便环境 你不能预料 也不能控制 结局 你不能预测 但求 面对神 无愧于心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这就是你人生的 全部 好棒的一句话 好 最后一节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 是恶 神都必 神问 今生会神问 面对神的时候 更是 完全神问 我们要向神 交葬 传道书 我们就讲到这里 让我们再次去明白 那位超越的上帝 那位大的救赎主 那位在地上 用他复活的大能 使每一个人 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里面的 圣灵保卫师 他们是如何 来引导一个 谦卑 自己的人 能够领受 日光之上的 救赎 启示跟智慧 来过日光之下的人生 免得我们认为 日光之下 一切都是虚空 一切都没有意义 行善 行恶 也没有差 智慧 愚昧 也没有差 勤劳 难度 也没有差 那我们这一生 就真的 完全虚空了 所以他鼓励我们 终生 珍惜着 所以终生要喜乐 福士要喜乐 靠主喜乐 然后呢 终生 行善 遵守神的 诫命去行 因为这就是 人的全部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在日光之上 主啊 顾念日光之下 这渺小的我 你恩待了我 教导了我 启示了我 救赎了我 主很多事情 远远超出我的智慧 超出我的预测 超出我的能力 但主你掌管一切 你也偷住一切 我唯一要去做的 也就是 我生命的全部的 就是敬畏你 爱你 遵循你的话语 并且去行出你的话语 这就是 人的全部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